好家伙 这商店里卖的挺杂呀 嫦娥踩着月饼的样子像极了在转盘上奔跑的仓鼠 那么问题来了 鲁班正常的走下路上线 中路的嫦娥倒车撞到鲁班 请问这是谁的责任 下一个 杨检打老夫子五五开吧 众所周知杨检前期非常厉害 老夫子后期比较厉害 所以说我们前期一定要压制住他 老规矩先抢二级 我们升完二级之后不要贪兵 直接过来打他 一技能粘上他 二技能笑晕 A一下拿下 老夫子不讲武德竟然开了 不能放过他 我们开船追 不是吧 这个老夫子产现也太多了 这也追不上了怎么办 算了我们不装了 再装就输了 打这种老夫子 我们一定要伤害够高 我们先设点装备 然后我们开船 找一下老夫子的位置 上线老夫子不能让他跑了 防止他逃跑 先把他捆上 A一下拿下 老夫子复活了 我们直接捆上 看他往哪里跑 伤害好像不太够 没关系 我们开启雷霆之力 斩杀拿下 还好这波有名刀 不然就被他反杀了 幸亏这个橘子也不会玩 不然我们就没了 被包围了不要慌张 越是危险越要冷静 二技能控一下 我们开启雷霆之力 伤害好像不太够 我们拉出来打 二技能控一下 又是羽兽级教学 还好摊牌得早 不然我又要多输一局了 这商店没猜错 应该是他自己家开的吧 也是施以长计以至宜 用老夫子的技能 捆住他自己 老夫子现在的心情 就是大家表情报第二个 下一个 下一个 这套着金蝉的袈裟 直接学会了如来神掌 这BGM和音效真牛 我已经燃起来了 兄弟们不说了 我也去整一盘 溜了溜了